Frighten 好在这个Frighten这个字呢我们先来看它的名词Fright 它这个字呢只有一个母音I GH主由它是不发音 所以这个字呢只有一个音节 我们英文就念成Fright Fright 那Fright呢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害怕或者是惊吓 那我们在后面呢加上了一个所谓的字尾EN 那这EN呢其实呢它这个字尾 EN这个字尾呢它其实除了可以放在字尾之外 它其实呢也可以放在字尾 好所以放在字尾跟字尾它其实都有一个意思 就是使变成什么什么的意思 所以呢Fright这个字呢原本的意思是害怕 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加了EN之后 它的意思你会发现中文就变成使害怕的意思 使什么人感到惊吓 所以呢这个Frighten这个字 它其实就是从Fright这个字演变过来的 那Frighten这个字呢 因为害怕是一个人的一种情绪 一种感觉 所以呢各位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情绪动词来看 所以呢当这个行动词的主词是人的时候 不要忘记的 你就要用所谓的过去分词 不要被动 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情绪动词如果主词是人的时候 他都要用被动因为人的情绪都是受到外界的因素所影响的 他才会有一个情绪上的反应 所以人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反应 的状态 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字呢念成Frightened 那Frightened的意思呢指的就是害怕的 惊吓的 那讲到这个Frightened呢 其实我们可以显出一个所谓的片语 这个片语呢就是所谓的be frightened 后面接of 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是害怕什么什么东西 那害怕什么什么东西呢 其实呢它后面 害怕什么什么 那它的主词呢通常都是人 因为只有人 他才会有害怕的感觉 对不对 好那特别注意到的 这个时候的形容词 除了这个Frightened之外 它还有另外几个也是蛮常见的 另外一个就是afraid 另外一个就是scared 好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三个形容词 它都是跟害怕有关的 Frightened Afraid 还有这个所谓的scared 它也是属于一个过去分词 比较被动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例句 Daisy is frightened of dogs because she was once bitten by one when she was little 好它说呢 Daisy这个小女生呢 is frightened of dogs 好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be frightened of 就是等于be afraid of 就是等于be scared of 它的意思就是害怕的意思 Daisy呢 它会怕狗 怕狗 为什么会怕狗 我们后面有一个连接词 叫做because 这个because连接词 引导一个副词指句 来表示 它会害怕狗的原因 那为什么会怕狗呢 because she was once bitten 好它曾经被咬过 那bitten这个字 它其实它的原型动词叫做bite 它的过去分词bite bit 后面过去分词就是bitten OK就是咬的意思 它是属于一个所谓的极武动词 英文中文翻成咬 所以呢它曾经呢 once的意思是一个时间副词 指的是曾经 它曾经呢被一只狗咬过 这个one指的是one dog 或者是a dog 什么时候被狗咬过呢 好各位这边有个子句 时间副词指句 when she was little 所以它被咬的时间 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它小时候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例句 the ghost story frightened Addy so much that he couldn't sleep after he read it 它说the ghost story ghost story指的就是鬼故事 好这个鬼故事怎么样呢 吓到了Addy 吓了多声呢 so much that 好这么的多 他呢被惊吓了 吓到怎么样呢 这么的多 以至于呢 he couldn't sleep 他没有办法睡觉 什么之后没办法睡觉呢 after he read it 在他读了这个鬼故事之后 那这边提醒同学的这个read 这边不要念成read 因为它是过去式 过去式的时候呢 read读书这个字 我们知道它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所谓的三态不变 但是这个字呢 要特别注意到的 它的虽然三态不变 但是它的念法是不一样 要念成read read read 这个念成过去式 过去分词 念成read 跟红色的那个read 的发音是一模一样的 好我们看第三个例句 I cried out in fright when the monster in the movie aid up the babies 好 I cried out 好注意这个片语的意思 就是大声喊叫的意思 大叫 英文念成cried out 那这cried是过去式 把y去掉 再加上red 好我怎么样的大叫呢 好各位大叫的 呃的原因很多 对不对 有的时候是很兴奋的大叫 有的时候是很生气的大叫 他在这边大叫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来各位这片语记一下 我们在fright当名词的前面 加上一个介系词in的时候 形成一个介系词片语 注意当作副词使用 表示惊吓的 感到害怕的 感到害怕的怎么样呢 大叫 所以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吓的大叫 什么时候他吓的大叫呢 when the monster in the movie 当这个电影里头的妖怪 monster就是妖怪 妖怪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in the movie 所以这个in the movie 就是一个介系词片语 用来当作形容词 修饰前面的怪物这个字 好所以呢 当作电影里头的这个怪物呢 aid up 就吃光的意思 ate 是吃 eat的过去 当这电影里头的怪物呢 把这些音乐全部吃光的时候 我吓得大叫了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frightened 形容词害怕的 惊吓的 frightened 是害怕 是惊吓 名词 fright 害怕 惊吓